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讲到廖凡先生 孔先生算他53岁有灾难 这一年他平安地度过 对他儿子讲 总结凡是祸福自己求的 这是圣行人的教会 如果讲祸福是命中注定的 这个是一般世俗之论 是不可靠的 接着告诉他儿子 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 即富贵荣幸常作没落相 即使你命中有富贵荣华 但是自己要常常当作不得意的想法 即使当顺利常作富逆想 就是做事情很顺利 还是当作不称心的想法 即眼前做实 常作平居想 即人相爱尽 常作恐惧想 即家世望重 常作悲下想 即学问 普悠 常作前楼想 那么这些 教他儿子要学谦虚 《书经》里面说的 《六要戒几》 只有一个牵挂 《书经》里面说的更好 《满昭损》 千手一一个人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好的环境也好 不好的环境也好 都要谦虚 万万不可以傲慢 这个诗 这一段的话 意义非常深刻 然后教他 原思扬祖宗之德 尽思该父母之夜 上思报过之恩 下思造家之父 外思寄人之急 内思行极之血 这六个思 就是想啊 你要尝尝这样想法 这六条呢 确确实实 就是佛法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 人 人不能没有正确 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思想 这个六条是标 这个六条是标准 第一个 要常常想到 光大 光大 祖宗之德 这一条是根本 我们的 我们的祖宗是谁呢 我们民族的祖宗 历史上所记载的 从皇帝 遥顺于汤 云无周中 这是我们民族的祖宗啊 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祖宗 都是晨曦 古圣仙仙道童而来 这一句话 要用现代化的来说呢 要常常想到 发扬光大了 中华文化 这个文化 历史非常悠久 这个文化重视 人与人之间的 和睦相处 人与大自然 人与天地鬼神 都应当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足和所 要常常想念着 如何把祖宗之德 乐视在现代 社会生活当中 能够立业 现前的社会 尽私 该父母之言 这说到尽处 中国 古圣仙仙 常常教导我们 家丑不可外扬啊 为什么 家里面有一些 不善的思绪 这也是难免的 如果常常说个外人听 外面人呢 对你这个家庭 自然就轻视了 甚至于引起他不善的企图 来破坏 来破坏 你家庭和母 所以 艳余有味 或从口出 家庭如实 社会也如此 今天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 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细细思维 我们违背古圣仙仙的教诲 古人所谓的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们眼前吃了大亏 老人言是什么呢 老人教个我们 对社会 对人群 应当 引我养善 看到别人不善的地方 不说 绝不宣扬 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看到别人的好处 我们应当要赞扬 这种做法 使不善之人 会感觉到自己惭愧 我做的卧室 你看人家都能包容 都能原谅我 我做一点小小的善事 人家表扬我 而赞叹我 能够激发大众的怜恥心 激发大众的惭愧心 这个社会才会有安定 世界才会有和平 现在我们 眼前所看到的 在中国 在外国 看到的恰恰相反 现在这个社会 因善养恶 我的事情 特别加以报道 善的事情 往往提都不提 这种做法 让行善的人灰心 对能做悟的人 对它是莫大的苦力 社会动乱 事局不安 是其来有子 那么这是讲到 家庭 父母兄弟 过时 都要遮盖 那一类的这个 也是错误的 必须要劝导 劝导父母兄弟 改悟向善 这个劝导只是在家里头 绝不是在 有外人在的 这个场合当中 只要有外人在 我们决定是 隐悟阳山 记住古人的教诲 这样做就对了 上司报国之恩 要常常想到 报恩 佛教导学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佛弟子天天念 这个回向记 虽然口念 但是没有落实 所以我常说 不能把佛的教诲 落实 我们用什么回向 只是口里头念 这个口头上回向 没有设置的 这个德行做回向 这是自欺欺人 这是错误的 四重恩 第一个是父母之恩 第二个是老师之恩 第三个是国家之恩 第四个是众生之恩 我们生活在世界 一世住行都要量爱大众 人不能脱离人群 独立生活 人与人之间都有恩德了 我们要常常怀念 怎么报答呢 奉献自己的智慧 奉献自己的德能 为国家 为社会服务 这就是具体报恩的行为 下司造家之福 这个就是 儒家教人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了 造家之福 这是齐家了 家里头要整整齐齐 整齐的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是伦理 伦理 是一种天然的秩序 我们知道 社会有秩序 这个社会安定 国家有秩序 国家强盛 家庭有秩序 这个家庭一定兴旺 父慈子孝 胸游地公 夫义父听 这是齐家天然的秩序 绝不失 同劳父子制定的 古圣先贤制定的 那就错了 人家制定的 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走 一般人家 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不是啊 孔老父子 绝不牵人鼻子走 释迦牟尼佛 也绝不为难人 他们所说的是自然之道 要用佛教书来说呢 就是自性里头 你的真心 你的本性 本质的能 本有的秩序 是天然的 是自然的 绝不是人为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才真正肯 随顺了圣先的教会 他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贤 原因在哪里 他并不是叫我们永远 听他的教会 不是 听他教会 是初学的一个阶段 到你学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境界提升了 原来跟他一样 所以佛说 一切众生 皆当作福 他是平等的 这个元族华言里面 说的更透支 他说一切众生 本来成福 比应当成福了 更要亲切 所以佛法是平等的 儒家讲的也是平等的 道家讲的还是平等的 古今中外大圣大行 所垂训的教会 无疑不是清净平等的 这个道理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要深入 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上面年居 外死寄人至极 对外要常常想到 众生苦难的人多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常常想到一些苦难之人 我们如何去帮助他 自己在生活方面 一定要懂得借记 我能够 省一块钱 我就能够多帮助别人一块钱 我在一天生活当中 我能省两块钱 我就能帮助别人两块钱 要有这个心 要有这个愿 遇到别人 有困难 有急需的时候 就应当全心全力 去运作 内死心己之血 对自己 对内 行是防范 一定要懂得 防范 邪之邪进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那么大家都崇尚民主自由开放 这个是世界潮流 无可厚非 过去 说这个话 大概也有十年前了 我到新加坡奖金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常住新加坡 每年去一次 在那边奖一个月 引赔法司 这是我的老朋友 有一天请我吃饭 问我 他是净空法司 你是赞成君主独裁 还是赞成民主 我说 我赞成君主 他说 你落伍了 我说 我并不落伍 他问我 为什么 我说 君主时代 这个皇帝 你说他有私心吧 也可以吧 我们就不变这个了 有私心也好 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 都走往地 一代一代传下去 因此 他对于 集成人 教育就非常严格 这是好事情 如果他的 集成人 要是把事情做错了 人民 其意反抗 他的政权 就被推翻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 那个开国的帝王 培养 继承人 是用最大的心血 去礼拼 国家最优秀的人才 这个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辅导太子 希望将来成为一个 圣王 邪王 他有责任在 他想的长久 民族政治 不负责任 他在位 选上了三四年 下台 他就没事了 他想的 没有这么长远 所以 古时候 这个帝王 常常 想自己的过失 如何改过自信 如何 听取大臣们的建议 很可爱 我作了这些书 非常尊敬 所以我一生赞成 君主 专制 我不赞成民主 所以中国的革命 我非常佩服 孙中山先生 他的思想 确实 是 集东西方的 精华 他虽然推翻了专制 他主张 一党 专阵 这个就是 集合 东西方 文化的精华 他知道 君主的 长处 也知道 君主的 缺点 他懂得 西方民主的 优点 也知道 民主的 缺点 所以想出来 一党 这个专政 这个是 非常高明的 一个见解 因为过去 皇帝是一家人 这个政权是在一个家族 这个是 君主 制度的 确点 那么他就一党 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家族了 集合 全国的 精华 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组成一个政党 来管理这个国家 党内就有民主 专制就负责任 负责任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 提倡 政治 正经 防范 邪志 邪进 一定要提倡 伦理 道德的教育 才能够 防范 邪志 邪进 如果没有 政治 正经 邪志 邪进 绝定 不能防范 今天全世界 许许多多地方 邪志 邪进 充斥 社会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社会 动乱的根源 灾祸的根源 所以我住在新加坡 最近三年 我对新加坡政府很佩服 他们对人民 是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最初到新加坡奖金 受严格的监督 我们去讲的 经本 要 报备 所讲的内容 也要报备 经过审查 它许可了 我们才能够 开讲 听说 我们讲经的时候 每一堂阔 政府都有 变异人员 在监听 如果说的是 邪志 邪进 破坏社会的团结 破坏 种族的团结 造谣 生死 立刻就禁止 这好事情 现在一般讲民主的 这个言论不自由 出版不自由 主要想的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决定造成社会动乱 那就是 邪志 邪剑 没有人防范 中国这个民族 能够 绵延到今天 还没有被灭亡 我觉得 这个功德 是列带帝王 保护人民的 政治正监 这个功德大了 防范 邪志 邪进 在社会上流行 这一点 现在能见到的人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分析 给 一言配法师听 一言配法师听了最后 也不得不点头 那么这个六种的思维 提出六个思维的纲领 这是正知正见的思维 下面 廖山先生接着说 勿要日日知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私 一日无故 可改 即一日无不可进 这个话对我们来讲 比什么都重要 佛门里面 常常讲开悟 有人问我 什么叫开悟 我告诉他 我告诉他 你知道你自己的过时 你就开悟了 你能把你自己的过时改正过来 这叫真意修行 悟要是无必要 非要不可 天天去检点 去反省 把自己的过时找出来 学佛的同学们 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课 早晚功课 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 波桌中行事 早刻的用意在什么呢 提醒自己 希望这一天 除世带人借乌 不要忘记 佛陀的教诲 早刻用意在此地 晚安阔是反省 反省我今天一天 对人 对事 对物 有哪些 做的是对的 正确的 有哪些是做错了的 晚安阔是反省 做对了的 明天继续要保持 做错了的 明天一定要改正 这个早晚功课 做的就叫有功德了 绝不是 敲着墓云念着经 念给佛菩萨听 早晨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跟自己的思想言行 毫不相关 这样做早晚功 不但没有功德了 造罪业 造什么罪业呢 佛菩萨又不在面前 你顶多 说一个像 或者画一个像 对着说像画像 你都忍心 早晨就骗他一次 晚上又骗他一次 你这个心太残忍了 所以这是 莫大的罪过 今天学佛的人都 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的人 不多 特别希望同修 这个同修们早晚可要懂得 早晚可的精神意义之所在 就是此地讲的 日日知非 日日改过 一天不知道过时 你就安于自私 自以为是 这是大病 一天没有过可改 你就没有办法进步 不能进步 换一句话说 你决定退步 天下聪明 俊秀不少 辽藩先生 后面这几句话 感叹 不是没有聪明 俊秀之才 有啊 所以德不加修 业不加光哲 只为音讯二字 耽搁一声 这给我们提出了警告 为什么这些人 道德不能够天天在增长 德业 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 都是音讯两个字海 音讯师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讲的 麻麻糊糊 德过且过 没有认真努力 在德学工业上 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最后 云古禅思 所受令命之术 乃至今至随 至真至朕之力 其数万而免心之 五字旷也 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 特别强调 云古禅思 教导他 这个立命的学术 这一种学术 精传到极处 至今 至随 随时生 深到了几处 至真至真 真是决定没有虚妄 正是正决定没有丝毫的 斜皮 他自己一生 努力的修学 改造了命 没有公民 命里头没有公民 他得公民 命里面 没有儿女 他得了儿子 命中只有53岁 他活到74岁 多活了21年 这是足以证明 云古禅思的教会 正确 没有错误 廖凡先生 这几篇文字 原来是教训自己的 子孙后遗 他的后代也不错 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 他不自私 他攻诸大众 希望 社会大众都能明了 立命之学 都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 我们 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 乃至于扩展到 这个世界 人人 都能够 依照这个教会来修学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全世界的人民幸福 这是中国 古圣先贤 他们的心量啊 他们的责心啊 这一篇就介绍到此地 接着呢 我们看第二篇 第二篇是改过之法 第三篇呢 是极善之方 这两篇呢 是重点 是重心 要用佛经的方法来说呢 这个第一篇呢 是续品 是续文 第二第三呢 这才是正宗 最后一篇呢 成为流通啊 我们用三分来看这个四篇文章 文章的直趣 大致上啊 就明了了 立命之学 懂得了 明白了 从哪里下手呢 一定要从改过下手 人 既不是生来就是圣人 怎么能没有过世呢 孔子说 故者无但改啊 这个意思是 有了过世 不怕改 要有勇气 改过 要有决心 要有毅力 来改过 所以 他把改过的这些道理方法 教训了他的儿子 小小过世 都要改 我们一般人 前面讲啊 英勋的过 就是 就是 疏忽了小过世 小小的悟念 没有把它 看中 于是 小过世 养成大过世 小的悟念呢 慢慢养成大的悟念 后果就不堪 是想了 现在我们来看正文 第一段 是一家改过之音 避惑 那福 是人之常情 可是 既兴祸福啊 决定有预兆 这是我们 不可以不知道的 文章 一开端 了凡引用 古人的记载 春秋 朱大夫 见人 言动 一耳 谈起 祸福 弥补 厌诈 祖国 助记 可观也 春秋时代 孔子 就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还是周朝 周朝到了万年 往时的 衰落了 这许多诸侯 对于 周天子 大多都是 阳奉 阴违 各自 都有私心 扩展自己的势力 所以 春秋是一个 动乱的社会 孔子生在这个时代 也是感慨万千 那个时候的 朱大夫们 这个大夫 是 朱侯 过军 朱侯的 助手 大概像现在 这个政治组织里面 这个部长 总理都说于 这个大夫 这个阶层的人物 他们 竟然多了 学识 经验丰富 看到这个人的举止 听听这个人的 言语 一耳 谈起 和福 这个意思 猜想 想到他将来的 吉凶和福 可是 都能够 说得很 灵异 这些事情 在左传 过语 左传 过语 都是 左秋名的 助手 助记 那像 公养砖 故梁砖 许许多多记载 我们都可以 明确的看到 这就是说明 吉凶和福 他有一兆 文接着说 大度 吉凶之兆 蒙乎心 而动乎尸体 所以人 心里头 存的善悟念头 你所造的 这个善悟 夜行 瞒不了人 你能够 欺瞒 欲忍 你瞒不了 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那这种人 你瞒不过他 他真的是 夜眼的 看穿你的肺腑 现在 世间 还是有这种人 我一生当中 就遇到好几位 我这三个老师 都非常难得 方东北先生 张家大使 李炳南 老爵士 他们 都有这个能力 在借人 这个 这个 借出大众 有时候 偶尔也谈谈 某人 这个命 很薄 没有福 没有受 某人 心地 成厚 急功 累得 将来 必有 佛报 他们 也能够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对于 佛报的 这些人 都 深 黎明心 教他 改过 修正 创造 命运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属于 没有福报 短命 属于这一类的 我肯学 肯听老师的话 所以老师 特别的怜悯我 教我 改造 命运 自求 多福 所以这些 预兆 都非常的明显 浓于心 而动乎 肆体 心里头 其心动力 自然表现在外面 就是 言语动作 怎么个看法呢 这里提出 一个原则 其过于 厚着 长呼呼 过于 博着 长进呼 这是观察人 两个原则 你看到这个人 心地善良 厚到 待人 忠厚 处处 能替别人 作响 这个人将来有福 如果 他是相反的 这个心胸 下策 其心动念 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做出事情 损人 利己 对于自己没有好处的 他决定不做 对人 很刻薄 这些人呢 没有福报 纵然他眼前有福报 眼前有福报 那是他命中的福 命中福 不小啊 因为他存的心不善 行为不善 他的福 已经遮了 遮了 还有 余福 由此可知 他要是 存好心 行好事 他的福报 一生想不尽啊 他的余福 一定 直直升升 都想收到 这是 事实真相 虽眼多异 未有未定 而不可测证 世俗人 没有这个学问 没有这个常识 眼光 就像被 这个 这个 被这个东西 遮住了 我们现在有人讲 白内障 白内障 当着眼睛 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说 霍福 没有一定 而且 没有办法 预测 这是世俗人的看法 真正 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他不是这个看法 他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再接着说 智成 霍天 霍之将至 观其善 而必先知之 这是说明 霍福可以先知的 可以预测的 相当准确 我们 能不能得到这个能力呢 当然是肯定 所以在此第一句话 他就说出 说出来了 智成 霍天 我们要想 有这种能力 只要把这四个字 做到了 就行了 我们以真诚 齐心动念 霍福 自然的法则 这个天就是自然法则 不加丝毫意思 在里面 这丝毫意思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 妄想分别 绝不加丝毫 妄想分别在里面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心地真诚 清净 平等 这能力先前了 一个人 这个福报快要现前了 你看他 观其善 而必先知之 你能够看得出 他的心善 仪善 行善 对人厚道 我们就能够推想到 他的福报快到了 如果他的思想 言行不善 我们就晓得 他的灾难越来越近 小 观察一个人 大呢 观察这个社会 观察一个家庭 观察一个团体 乃至于观察 国家世界 没有不准确的呀 这个里面 有道理在啊 有学问在啊 有学问在啊 决定不是妄言 我们自己 要晓得自己 这一生当中 特别是将来的 吉凶或福 应当从这个地方翻新 从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如果纯善 自己可以肯定 再效付来了 如果自己的心不善 言不善 言是花言巧语 欺骗众生 行为不善 自己要警惕 互换灾难 这必定是一天一天 接近 从过人到家庭 到社会 到国家 到世界 无不如实啊 这下面呢 这是讲改过的基础 先说 精于或福而延活 这就是去疾必凶啊 为论行善 心虚改过 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 所以 他这两篇 改过之法 极善之方 排列的顺序 就从这来的 我们没有 谈这个行善 极德之情 先要讲改过 为什么呢 过如果不改 改的不彻底 改的不干净 那个善呢 虽然修善 善里面夹杂着窝 善也不纯 所以善的功 就不能够显著 因此 因此改过是 极善的 先决条件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